寿风国中举办春孝联合运动大会 春里齐聚一堂共同欢度每年一次的运动会 现场学中卫特别出席 他还表示说春孝联合运动会是社区的年度盛事 家长可以利用机会相互联络感情 也表示县府教育处目前是朝着双语教育向下扎根 希望可以让学生和世界接轨奠定学生良好的英语能力 寿风国中春孝联合运动大会 包含了县议员寿风乡长以及乡内各国中小学校长等 也都前往共襄盛举 全程气氛热络 县长许正卫表示 县府与学术交流基金会合作 持续引进协同英语教学助理 为华联县双语教育持续注入活水 然而现在在社会上以及世界上不断的变化 我们要因应的事情太多 无论是品格教育是我们必须要从小扎根 从学校 从家庭 这是更古不变的道理 然而智慧科技教育也是我们现在的方向 我们以前在学校或者是老师在受十字训练的时候 并没有学习智慧科技教育 并没有学习城市语言 并没有学习无人机仿生兽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的老师愿意踏出来 愿意学习成长 让我们教学的第一线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阿姨希望花莲被看到不只是体育运动的摇篮 我们要的是孩子文武全才 所以这一次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然后运动会快乐 好不好 春校运动大会让学生以及家长 能够透过运动赛事 以趣味竞赛来培养亲子关系 勤勉家长要多关心孩子的教育 并做好生教示范 师生共同合作 方能对孩子的学习成长有正面的帮助 记者林杰 受风箱采访报道